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成 我是文文的男朋友 你跑哪去了 去同事家待了几天 同事家没那么简单吧 不然你以为呢 你是不是和那个女人有关系啊 我真的没办法说 她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逼问我 我只能出去待几天 那你今天怎么又来了呢 她把东西收走了 我回家 打电话打不通 发短信不回 说我只要不来的话 她就跟我分手 我说你至于吗 必须点事你至于吗 不至于吗 那你当初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现在又在支支吾吾的 我告诉你 我都已经打听过了 就有那么一个女友 是不是前女友 比你岁数大 你怎么就喜欢岁数大的女人呢 她是不是跟别人跑了 跟有钱人跑 把你给跟了 陆成 你这么对我 我当初可以栽起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 我们日子过得不哭 说什么了 住在地下室里 你知道那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况吗 我身上都记枕子了 我一个女生 住在那种又冷又暗的地下室 我多难 无论多难多苦 我都没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这么对我 你太过分了你 杜成 你回来跟我说清楚好不好 你回来 你跟我们简单的说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我跟她说不清楚 您觉得我能说清楚 你跟我说清楚 我现在真的很 真的 真的很烦 真的 先说清楚 你跟那个 就那 大姐是吧 就是关系很好的姐弟 关系很好的姐弟 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 就这样 凭此而已 等等我不听你说了 你说的新鲜话都是借口 你把那个女人叫了 好不好 叫了 我没法跟她说 每回都是这样 这话能说清楚吗 你要能说清楚 你当时你就说了 磕磕磕磕的 要不然话就是你 你到底要不要她说 来你说一下 然后这三万块钱怎么回事 是我向大姐借的 你经常向她借钱 没有 没开过口 从来没有 我觉得一个男人借钱 是很丢脸的事情 我也不愿意问别人借钱 我宁愿自己去振 尽管很少 但是这回我真没办法 因为我筹不到这个钱 我们也没有积蓄 她马上就要开许 我不想让她错过 所以我借了 但是我没有跟她说 打了借桥 没有 那就关系挺好的呀 连三万块钱的借桥都没有 要不就是她很有钱 也还好 那说好什么说法的吗 当时也没有说 那你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你干嘛不跟她说呢 你觉得她会上线吗 你不说怎么知道人家会不会信呢 一个女人平白无故 给你三万块钱 你比如说你很简单一点 如果你跟她说不信 是吧 你约一咖啡馆 或者请大姐回来吃顿饭 你做个饭吃 想把大家伙吃顿饭 不就聊开了吗 你们俩关系也清楚了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